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给对方压力 也会让自己失望 人生在世 总会遇见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有很多人面对困难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强迫自己完成达不到的目标 凡事强求一个完美的结果 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今天一案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心态不好 你永远是个弱者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案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美国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份调查 对700名百岁老人进行了三年跟踪研究 结果发现长寿的人共性只有一个 长寿的秘诀无关饮食 无关习惯 无关养生 而是拥有一个好心态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人类65%至90%的疾病 与心态有关 心态影响情绪 情绪则会影响身体健康 例如生气时会出现脉搏 心跳 呼吸加快等症状 忧伤时会使消化炎分泌的消化液减少 食欲减退 恐惧说谎会使中区神经紧张 导致血压升高 长期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 会使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和摧毁 心态好才能一切都好 心态好的人永远不会老 前段时间洞灵女神赵雅芝在网上晒出一组金照 网友纷纷表示 太惊艳了 一点都不像六十几岁的人 都说岁月催人老 可在已经67岁的她身上 非但找不到多少衰老的痕迹 反而留下更多的知性与优雅 三十多年过去 她仿佛还是当年那个温婉 美丽的白苏珍 有人问她保持美丽的秘诀 她说 我想美丽就是一种平和 自然的心态 即便不是一个天生励志的人 只要拥有这样的乐观 健康的心理 也一定会很好看 一份美好平和的心态 可以让你从容面对生活的起起伏伏 坦然面对人生的岁月更迭 岁月催人老 没有人永远年轻 但总有人永远美丽 都说相由心生 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相貌 生活中不难发现 心态不好的人 往往面容枯高 憔悴不堪 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衰老许多 而心态好的人 则总是容光焕发 精神饱满 与其相处会令人身心愉悦 正如泰戈尔所说 当一个人微笑时 世界便会爱上他 一份好心态是最廉价 也最有效的保养剂 心态好的人 身体更健康 网上曾经有个问题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有个回答是 养心 深以为然 养好你的心态比任何养生都有用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有两个人在同年同月确诊膀胱癌 五年过去了 一个病症消失 另一个的坟上早已长满了青草 健在者 他认为战胜癌症主要在于自己的心态好 在手术化疗后 他静心调养身体 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书法 绘画 太极 且始终保持每日清晨行走五公里的习惯 如今以前的疾病早已荡然无存 体质也好了 而且行走轻快 反应灵敏 另一位则不然 他得知自己患上癌症之后 心情抑郁 态度消沉 每天沉浸在悲痛的阴影之下 尽管医院也为他做了治疗 却依然无法保住他的性命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药物是自己的心态 癌症不会同情弱者 眼泪只会加快死亡 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传统中医理论也说 怒伤肝 喜伤心 撕伤皮 悲伤肺 恐伤肾 人生当然不可能一直没有负面情绪 但关键在于调节 不要让自己长时间沉浸在低迷情绪之中 拥有好心态才有好身体 才能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 心态好的人越活越优雅 此前抖音上一条 四位奶奶穿旗袍上街的视频 火遍全网 视频里的四位奶奶 白发朱颜 身着旗袍 手指苏绣扇 耳带流苏坠 一颦一笑 皆是风情 网友感叹 岁月从不败美人 年龄永远无法定义美丽 虽然上了年纪 但在四位奶奶身上 却看不到太多的沧桑感 更多的是 岁月沉淀之后的淡定与优雅 奥黛利赫本说 女人的魅力不在于外表 真正的美丽 折射于一个女人灵魂深处 真正的美丽从来不在外表 而是灵魂深处的高贵与优雅 正如网上的一句话 有一种女人 站在那里就是风景 自带故事 低头就是一首诗 气质与时尚 从来都无关岁月 唯关乎自新 皇帝内经说 甜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有一个平和安定的心态 身体就能保持健康 不容易生病 抱怨也会伤及他人 抱怨别人 别人会怀恨在心 关系越处越崩 和别人抱怨 别人就成了负能量的垃圾桶 变得消沉 就像鲁迅笔下的江林嫂 爱抱怨的人 往往让人讨厌 孟子曰 君子不怨天 不游人 与其怨天游人 不如心怀希望 真正的强者 不是没有眼泪 而是含着眼泪 依然奔跑 积极乐观 不抱怨 才是一个成熟的人 应该具备的心态 不满于现状 就努力改变现状 失望于生活 就努力改善生活 保持一份好心态 无论到了什么年龄 都可以活得 优雅而从容 心态好的人 一辈子都好 拜伦说 悲观的人 虽生有死 乐观的人 永生不老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对待生活 生活就会以一种 什么样的方式 回馈给你 旧上海名媛 颜佑运 享年112岁 一生经历无数波澜 却始终保持一份 积极的心态 有一回他家里 遭盗贼入侵 收藏多年的名贵珍宝 都不见了 一般贵太太 遇到这种事 都要急疯了 他却只是淡淡地说 一切糟糕的事情 都可能发生 这已经是程度最轻的了 我只是丢失了财物 其他重要的东西 都毫发无伤 我的生命 健康和家庭 即使过了100岁 他依然每天都坚持化妆 做饭 看报纸 打麻将 织毛衣 甚至外出 结交新的朋友 和参加聚会 凭着一份好心态 他以优雅的姿态 美丽了一辈子 正如《花田伴母》中写道 生命中 我们都接到不同的剧本 有的平淡 有的浓烈 有的是笑 有的是累 不管怎样 我总要严好 直至落幕 人这一生 活的就是一份心情 功名利禄 转头空 真正重要的是 你如何生活 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保持一份好心态 生活才会显得 明媚而可爱 好心态 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毕书敏说 一个健全的心态 比100种智慧 都更有力量 好心态 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让我们在这 纷繁复杂的人世间 活得潇洒而自在 那么该如何 培养一份好心态呢 以下这些小建议 不妨试一试 一 不要吝啬你的微笑 无论于人 还是于己 二 每天抽一点时间冥想 让身体与心灵 都宁静下来 三 学会三句话 不要紧 算了吧 没事的 四 多出去走一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五 多看看新闻 不予时代脱节 六 适量运动 保持健康 七 保持三颗心 同心 善心 平常心 八 饮食均衡 作息规律 九 多和家人沟通 多与朋友联系 多跟爱人说话 十 对自己好一点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十一 学会四点 心大一点 心宽一点 乐观一点 知足一点 十二 乐于分享 传递美好 所以您分享了吗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 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